主持的综艺节目《姐姐好饿》 昨晚开播第一期 邀请的嘉宾是坏叔叔黄博 两位演艺圈的机智担当 狭路相逢 碰撞出的火花真是不得了 黄博更是现场放出狠话 炮轰小S 跟死对头林志玲天差地别 让小S姐姐好生气 一点可以跟人比 一点可以跟人比 黄博现身小S新节目 《姐姐好饿》第一期 作为开播嘉宾 足见S对于黄博的喜爱 一向喜欢和男明星开玩笑的他 也没让黄博逃出自己的魔掌 坏叔叔面对大胆直截的小S 瞬间化身小绵羊 天哪 独舍的小S 大概是对黄博爱得太癫狂 虽然破天荒地 让嘉宾数落自己的缺点 黄博倒是也不客气 让小S很是受伤 而且天天跟人灵志灵笔 从容貌 从身高 从体型 从涵养 从学识 哪一点可以跟人比 你要需要讲那么逼真的话吗 小S愤怒打算离场 坏叔叔总该心软了吧 毕竟面前的也是一位如花思欲 梦想当女神的姑娘啊 她女神有很多种 你是其中一种 哪一种 哪一种 女神经 要问黄博为啥对小S那么狠 其实还得怪S姐自己 早在2013年黄博上康熙来了 小S毫不留情地评价了一下咱博哥的颜值 你好 我是台湾主持人小S 你好你好你好 你长得很特殊 于是博哥算是把这仇给记一下了 这次好不容易得着机会 可不得小小地报复一下 不过二位的这一番斗智斗勇 咱们倒是看得很过瘾 毕竟棋风对手都是缘分吧 娱乐心理另一边这边到 都太会聊天了